大家好,我是Peter。 您现在观看的是在我家小侯院拍摄的有关种子的第29集。 本节视频,将与大家分享旧土变新土的方法,由我的太太来担任视频中的解说。 要想每年种植的蔬菜,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有一个连续提供所需的基本营养的环境。 那健康的肥土是至关重要的,这对未来有一个好的收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每年我在种植前要做的一件最基本的事,就是把去年种过几茬,蔬菜的旧土,彻底改良一下。 让它重新变成健康的,有营养的,肥沃的土地。 如果在一块土地上,之前种的是洗肥的蔬菜,那它们会把土壤中的养分,有机物质和各类均属元素,几乎都吸收掉了。 这块土地基本上成了贫瘠的土地。 如果在收获后直接的再使用,是很难种出好的蔬菜的。 在做改良前,我准备好了存放了至少一年,熟透了的积分。 还有有机的零元素。 零元素在植物中所需的含量仅次于氮和钾。 它能促使植物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促进根系发育。 对幼苗早期的生长有利,能促使植物变得更强壮。 还有甲元素。 它能促进植物对氮的吸收,能使植物长得更强壮,防止倒浮。 增强植物抗汗、抗寒、抗病虫害的能力,增加作果率。 还有自制的棚栽土。 这款甲元素像似白色的小矿石粒。 根据产品说明,每平方米土地需求5克。 相当于这一茶匙的量。 这块土地约2平方米,需要用2茶匙。 用了6茶匙的0元素。 这款0元素看上去有点像老鼠屎。 根据产品说明,每平方米土地需求15克。 这一茶匙约5克。 这块土地约2平米。 用了6茶匙的0元素。 然后放一些细土。 和这些金属元素搅拌均匀一下。 这样撒在地里,分布会均匀一些。 。 再导入每平方米约500克的纯积粪。 有些积粪是放在骨糠中发酵、腐熟的。 有效营养成分会少一半。 如果用这类鸡粪的话, 每平方米至少需要1000克。 我喜欢用熟透了的鸡粪给植物施肥。 因为鸡粪是非常优质的农家肥。 它含有丰富的蛋、磷、钾。 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份鸡粪当中含有1.63%的蛋。 1.54%的零和0.85%的钾元素。 是远胜过猪粪和牛粪的。 看见大块的鸡粪需要敲碎,这样容易分解。 如果没有鸡粪的话呢,也可以用牛粪等来代替。 但是这些个肥粪叫鸡粪差,用量需要加倍。 放完这些土地营养基肥后,把土地彻底翻根一下。 如果看到有植物的残留根系,还有白白胖胖的虫子, 鼠称地老虎,务必把它们清理干净。 泥土里免不了会含有病菌。 利用性价比最高的,而且是天然的有机杀虫法。 让土地在阳光下暴晒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 利用太阳的紫外线杀死土壤中残留的病菌和虫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在暴晒的过程中,我们隔几天就要把土地彻底再翻根一下。 种植树菜的朋友们都知道,一旦树菜染上了白粉病、卷叶病、绣斑病等等, 真的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一星期后,我在土地上倒上了自己制作的盆栽土。 Potting mix。 倒好盆栽土后,再把土地翻根一下。 让盆栽土和土壤充分混合,防止土壤中积聚气血。 盆栽土在属辅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少植物需要的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逐渐释放到土壤中, 让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壤里慢慢取用。 另外,还可以增加土壤的通气和排水性能。 然后,挖出一条较生的沟,倒入平时积累下来的厨余。 厨余在腐烂后,会产生不少淡肥。 淡肥也是树菜在早期生长阶段不可缺少的肥料。 厨余在生长阶段不可缺少。 一个月后,把土地再次翻根一次。 经过如此处理过的旧土,就变成了又安全又有活力的肥沃土地了。 以上的方法仅适用于常规土质,但是失去营养的旧土和贫瘠土地。 对于板结很厉害,或者曾经是建筑工地的土地。 还有些可能只是在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土层。 下面则是腌土层。 正如视频所示。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需要花费很多钱来买各种改善土质的材料。 这样做的性价比太低了,费钱费时间。 还不如干脆买种植泥土来更换掉粘土。 现在的价格大约是65澳元一个立方米。 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多年种植树菜的话,而没有做过改良措施。 这样的土地则有可能会杀质化。 这时候则需要添加一些新的田园土和田园石灰来改善土壤。 在视频中,如果有任何欠妥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在留言区提出宝贵建议。 让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学习。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观看,谢谢订阅。 请不吝点赞。